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盛装打扮 对 因为今天来我节目两位 可是我要盛装的来迎接他们 一位就是TVBS的一姐 她的节目做了十几年 很厉害 她都是最大 另外一位 很多人都说她是太后 凭良心讲 这两位 他们两个人有26年的交情 因为他们曾经在一个节目合作 就一直到现在感情都很好 但是你要晓得 我跟另外一位 有46年的交情 她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陈小玲 蓝青梅 太后驾到 大家好 小的跟 太后皇 娘 娘 娘 是 是 是 这很像个小李子跟在旁边 对 小丫头 小丫头 我们还有照片呢 我们还有照片 今天真好的照片 今天真好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我吗 对啊 蓝青梅旁边那个大美人是谁 有点像暴龙 是 大红的那个严真实 好漂亮 你们为什么一个穿睡衣 一个穿睡袍 她也是睡衣 她的睡衣跟我不一样 我们今天真好有个 里面有个单元 就是我们是邻居 这样就这样 然后她在这边 我在那边 然后我们两个谈心 是 你看郭建宏的 郭建宏 薛胜峰 郭建宏 对 薛胜峰制作 薛胜峰的 薛胜峰 当时还是个小屁蛋 对 你讲的 那可不说 人家就是大屁多人 现在人家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上市公司的老板 得了 而且你们26年对不对 我们46年 哇 不知道 我有 我找到一张照片 那正是我们46年前 那个时候在台势 我们都是青春少女 然后呢 You see 陈沙丽小姐 没有整容过 没有 现在整容吗 没有 而且她那个时候 就是 你现在是TVBS一姐 对不对 她那个时候台势的一姐 她演公主 我演公女 她演小姐 我演下女 她谈恋爱 我是男主角的妹妹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么多年 比她大一点 好 大几个月 我大几个月 可是你看我老穷就还要 我跟妈咪是天蝎 小燕姐 您是狮子 对 那个时候真好玩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那排戏 对 她就是有人追 哪有 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单身 她只是她不喜欢固定 来 怎么了 天蝎 来 拍一下 干嘛 一个人 你说她多奇怪 穿一双这么美 这么贵的鞋子 然后穿个裤子把它遮起来 穿个裤子把它遮起来 你说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吗 你这鞋多少钱 不要讲钱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漏下面半截 你应该把钱退回去 你说我只漏了半截 你看我们是全漏 那这个要不要加点钱呢你们 我们没办法 是没有 夾钱 夾钱不是翻这里 夾钱是要脱下 脱下 不用了 别漏了 虽然节目洗一点也不能这样子 是 来 请坐 谢谢 我们都知道这个蓝新闻 其实是朋友最多 她是很多小朋友 男教祖 带很多小朋友 大朋友 但是我发现这几年 男教祖有点改变 男教祖开始照顾姐姐 不是 还照顾妈妈 对 都是妈咪 不是她妈咪 都是妈咪 我说姐姐 姐姐 美鳳姐姐 夏丽姐姐 小燕姐姐 她都会约我们吃个饭 怕我们太寂寞 是不是 不是 因为有一天 是去年 我去上小燕姐您的节目 是为了二手一 对 然后 她说为什么我都不约她吃饭 可是我不好意思 没有 她爸爸生日 我说你 你那天是不是你爸爸生日 她说对 我说你怎么不请我 她说 我说给你爸爸住寿 不是很好吗 我说你跟她很熟 所以我跟她妈妈特别好 我们一起去京都 去东京 对 她也都当电灯泡 叫我爸叫什么 你叫她 达林 达林 我们这个年龄 他们都算小辈 是 那倒是 但是这些小辈能想到 要跟我们吃饭 其实我们是很感恩的 非常 非常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 你知道 都会怕被人家嫌弃 对 年纪达林 没错 我们会有自卑感 又赶不上时代 说一些名词我们又听不懂 吃些东西我们又不敢吃 有一些人我们也不认识 真是 可是最重要的好像沙利 你的酒量还是很厉害是不是 我其实也是酒胆大而已 喝醉了也还得 听住 你敢跟他们喝酒 我还不就一听 谁敢跟蓝教主拼酒 要不然他就嫌弃我了 没有了 没有了 蓝教主的酒量那 可是蓝教主他是最棒的 就是酒品好 喝到差不多程度了 告诉你们啊 别惹我 我要走了 走 一流烟就走了 好 那你呢 我 没醉过是不是 没有了 回家醉 他会惊到家里 我会惊到家里 他过年的时候叠一交 有让我吓到 因为他家里是 他的房间还要上一个楼梯 我是 两层的嘛 就是人家送我回来 然后要拿个东西 什么的 我从楼上好高兴啊 跑下来 咚 摔一跤 然后昏迷了 还好那天儿子回来了 儿子从房间冲出来 然后把我送医院 然后我从 然后儿子说 娘 你可不可以不要喝了 这不是要 应该娘跟儿子说的话吗 你就是不厚道 从年轻到现在 你啊 就是太丰工手法 所以我们吃饭 都不敢找你 又不喝 又不玩 怎么丰工手法 也被人嫌弃了 对 他都喝茶 对不对 我记得小燕姐都喝茶 对 然后就是个劳模 劳模人说的 劳动模范 哦 劳模 是不是个劳模 一天到晚就上班上班 准时到工 劳模 认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不敢找你吃饭 你看应该 美凤多好 还要第二拖呢 你要给她爆料 美凤是很厉害 她都喝那白干 她喜欢喝高粮 高粮对不对 还有brandy 你看看人家还要第二拖 来 待会儿第二拖啊 精神好 我们不行 吃完第一拖 你又年轻又冒美食 30年来 就是最美丽的欧巴桑 最美丽的欧巴桑 没办法 太是 太是 小燕姐 我有观察过几次 她就是很认真的在吃 因为你请她吃饭 她就真的很敬业的一直在吃 吃饱了她就累了 就困了 然后她就想揍 你说这种人有意思吗 不是 一定有人 奉公守法 你叫我吃我就吃 吃完了我就回家了 吃饱了 那我下次不请你吃 我请你喝 她不会来 不是 但是 你要有的时候也要 放松一点 对 比如说唱个歌啊什么 我刚要哈琳来才行 我唱歌 如果说我唱歌 哈琳是绝对不会来的 我唱歌呢 也有很多人不会来 她会配合你 她不会不会 她绝对不会 绝对会 绝对会 我跟心梅是以前那个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也玩电视剧 就会 就会 南部都有什么歌厅 叫我们去上个台 登个台 什么做一个特别来宾 什么的 那我们这小丫头 那时候可是舞台上 她舞台上很厉害 长腿姐姐 那时候带着林美秀 对 舞蹈 那热场 这小丫头是太厉害 太能感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她 然后她看在那儿化妆 我就给我注意蹭过去 你这口红是 什么牌子啊 她 你不要看心梅 她有时候主持节目 什么的 很活泼什么的 其实自己下 她是一个 非常懂得分寸 而且非常尊敬长辈的人 然后就马上 叫非常 马上站起来 那时候叫我沙丽姐 沙丽姐 然后我们两个就 开始有默契了 后来才知道她是我的邻居 我们都住东风街 你干嘛想出来啊 现在搬家了 她是我的 说这老太太有的时候 忘记 忘记 我搬家了 我搬到清田街 不过她也不是住清田街了 我们就搬到海 算了 算了 不然月苗也黑 后来 就有的时候 约了吃饭 那时候中间有一个人 就叫做郭建宏 我演郭建宏的戏 那她偶尔也 也会客战 郭建宏也非常想是她 然后那个时候 随随随随随 就做她的经纪人 对 前面 我们就开始有点尝尝一块 那时候她 还没有跟我喝酒 我也没跟她喝酒 因为那时候 新梅还 没敢那么 Open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拼 还在拼公司 还在拼事业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 唱片公司 对啊 也管得比较严 所以交的朋友 他们都会很注意 对 他都 没有了 卡玩一下 卡玩一下 好 然后我们也不敢大吃大喝 也不敢太开放 所以我们就 后来就慢慢 其实照理说 很多人都很奇怪 说我们两个怎么可能 走到一块去 对 今天真好就是 我其实是 你知道我 我什么时候知道了 我是录女王的密室 那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薛哥说 你看 他们一起坐在一起吃饭 看我们节目的菜 对 对 然后你们都 为什么都没有抽到我们 对 在我们家 对 我们一直在打开 然后连线 连线漏漏了 她说 他们说我们 为什么不抽到他们 我说他们有这么闲吗 我们很闲的 我们闲得不得了 就从女王的密室 我说 他们常常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常常一块 后来我又看欣梅这个 这个 美凤啊 出世的那个时候 这个 她都去陪她 我就发现欣梅 这几年 欣梅是个非常贴心的 贴心 而且 这几年比较闲 不是 这几年非常照顾老姐姐们 以前都是带小朋友 对 我跟你讲 老子小的她都爱护 对 小的是听你的 老姐姐们你得 也听 不是 老姐姐听瞎听 她很累的 在哪里吃饭 几点 好 一个说六点半 一个说七点 没有 我都听她的 橘色一馆 一个去了橘色二馆 这就是 是不是 对 不是 你又提起那事儿 讨厌 是不是 是的 跟老姐姐要有耐心 老姐姐就是糊涂 我妈妈跟我爸爸第一次看我带沙莉妈咪一起去京都的时候 我妈就说 哇塞 哇塞 是我家的 我妈说 你怎么这么有耐心 对啊 我说 你养我 我现在51岁 你才发现我有耐心 不是 你每次跟我讲话 你都超级没耐心的 为什么 我说 你看哪一个女儿跟自己妈讲话 然后要黑啊 什么什么的 她都哄着我 好像跟自己妈讲话就比较 就比较没有耐心 没有那个 你跟 你跟 小燕姐 您跟 我跟我娘 我哄她 你好漂亮喔 真的 你看了吧 真的 要哄着她 我现在知道要哄她 要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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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怕 她觉得我要 这一辈子 我家里人多 然后 沙琳妈 沙琳妈就一个人 一个人 儿子现在是很有名的摄影师 对 非常有名 这个上次我们也讲了 所以希望她下次回来 上回我节目 这个第二代 这个很厉害喔 很了不起 两岸三地 她都是摄影师 这也很欣慰 你们的背衣农还不一样 她受了背衣农的影响 是真的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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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是真的 其实再一次看到她 因为每次我们都在镜头上 看她也太厚 但我也觉得 其实沙琳 怎么何时就变成太厚了呢 哎呀 我这其实有的时候 我就是从年轻就开始 反正就注定了 老了也就这样 年轻也就演老的 是不是 你很年轻的时候就演 我很年轻就演老的 对 你看 这是很年轻吧 你帮人斗太后都演了三回了 这一幅很重吧 好重 七成 七成 你看 这是前年吧 对 最近的一个斗太后 这个斗太后 斗太后也三次了 斗太后 这是最近的一个斗太后 那个横店 横店 横店本身就五十几度 然后在摄影棚里头 打上灯光 将近快七十度 你身体还不错 我跟你讲 超好的 我站在那说话 然后旁边一群小宫女跟小太监 我说着说着 怎么都倒下来了 中暑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说 我说我告诉你 他们是中暑 轮到我就不是中暑 不是中松 你们看着办吧 你 十三历化妆靠自己 每逗人去做丑法官 您现在自己会化妆 我自己不太会化 她都自己化 她的睫毛都是她自己带的 自己带啊 超厉害的 凌晨五点就起来了 怎么那么厉害啊 因为我是潘英子 她英子对不起 我就是说你 不是 我们在这年头 我们哪有什么说话 如果你不把自己倒吃好 你就是个丑法官 竹八戒 然后你站在台上 你是不是竹八戒 这都我 没有 我跟你讲 好好的 我站在那说话 然后旁边一群小宫女跟小太监 我说着说着 怎么都倒下来了 中暑了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说 我说我告诉你 他们是中暑 轮到我就不是中暑 这是中松 你们看着办 你还摸什么 吓唬人家 太热了 又不看 又没有勇气 真的是太热了 在他身上画 看就咋啦 好可爱喔 好漂亮喔 这什么手 是大概十多年前吧 十多年前 慈禧年轻的时候 你也慈禧年轻的时候 还可以了 好美的 对 还可以 哇 这个 这是演什么 这个是 好像拍个广告吧 应该是 漂亮喔 上里方都没变 没有味道 你看 这个是我比较最记得的样子 口红 他口红都没变 他头发没乱过 对 你从我认识他 这快五十年了 没乱过 我从 我一直都是个乱的头发 不 自然没 您说得好 他刚刚不是说吗 我又不化妆 又不弄 对 他老抖我后头 然后我们那时候 那个以前 台式很有名的导播 叫赵敬秋 赵敬秋 到哪去了 他从我后头突出来了 我就这样 你又没化妆 不是 不是自然美 是 那时候化妆都要自己化 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弄的 他就懒得弄 每次穿个小拖鞋就来了 小拖鞋就来了 那你现在自己会化妆吗 我自己不太会化 他都自己化 然后他说 我的妆 我是不是妆还没好 我说我化好了 然后他 我不会带睫毛 他的睫毛 都是他自己带 自己带 超厉害的 以前我们 凌晨五点就起来了 怎么那么厉害 你以为我是潘英子 潘英子对不起 我不是说你 不是 我们那个年头 其实那个年头都要自己化 我们哪有什么书画 我也是啊 台湾的电影又景气 没事 一大堆戏 一个演员身上三四部戏 是很普通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影展 什么什么什么 都要出国的 出国谁允许你还带个书画 都自己吗 如果你不把自己捣持好 你就是个丑八怪 猪八剑就出现了 然后你站在台上 你是不是猪八剑 他在说我 没有 你反正也就那样 你就涂两个小腮红就出来了 对 他就是没事 涂两个小腮红就出来了 我觉得有腮红 有点口红就 其实小 人长得年轻小 也有这个好处 涂两个小腮红就出来了 剪了小短头 我们完了 我不行 我有一次腮红太红 就被林姐叫下来吹 我只是腮红 你有合格 你有合格 他就在家里吹脸之下 吹脸之下 吹脸 好 来... 我们来听听戏剧晚辈 来怎么谈谈我们的沙丽姐 好耶 跟沙丽姐 对一戏简直是太过瘾了 因为她真的可以带动我的戏 然后我还记得最有趣的一场戏 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坏的媳妇 然后沙丽姐就要丢鸡蛋到我的脸上 然后丢鸡蛋之后要破掉 然后我跟你说 沙丽姐真的太会演了 连丢鸡蛋的戏特别好 她一砸整个砸到我脸 就刚刚好在额头 而且戏剧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只一次就OK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感谢沙丽姐 她很照顾我们后辈 然后现场会煮东西给我们吃 然后或者会在家里煮好 她的爱心鸡汤 会带到现场给我们 然后问我们衣服穿得够不够 我们最热烈讨论的时候 就是沙丽姐 为什么永远都是这么漂亮 然后她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互加卸妆 因为第二天来的妆 是100%是准确的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说她有没有 出入不卸妆的 当然不会了好 那印象中的沙丽妈咪 非常的敬业 永远都是最早到现场的 不迟到不早退 然后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是新人 所以演戏的时候 常常会很紧张会忘词 沙丽妈咪都会记得 每一个人的台词 即使是我一个小小的丫鬟 她也会记得我的每一句话 她会注意到每一个工作人员 注意到每一个演员 然后都会对每一个人很好 然后有时候我们忘词会提词 她不会就是不会不耐烦 她反而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跟鼓励 所以印象中的沙丽姐是很温暖的 真的 真的 很温暖 你要两次记不到词 你就 该死了 我看 三次 还好 她只会 她不会去影响 跟她对戏的演员 她只会过去跟导演讲说 导演 她那个后面在鼓拍好不好 对 单拍我就好了 她后面在鼓这样 让她你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可是人家 我这是要 让很多人 大家都说 因为从跟你拍戏的人 你一定很早都把妆化好 不着急 对 这是我们的习惯 不着急 把它都弄好 就坐在那等 就坐在那等 那可是这些小兔子徒孙就说 沙丽姐一定没卸妆 对 我365天都把妆化好 坐在那等着 我不是画的 我是用个涂妆磕的 往上一眼就行了 是不是 是的 半夜三点就起来画 真的要这么早 不要 她化妆很快 我化妆很快 你看她 因为她非常白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她妆很厚 没有 她不化妆也是白白的 对 她唯一比较不一样就是那个口红 她喜欢这种红 平常私底下不会 我是老天爷赏饭吃 而且我总觉得 你早早都做好了 不等 不急 然后等人总比让人等好 等好 是不是 我永远可以骂人 就不会被不骂 我有权力骂人 别人都没权力骂 也会骂人吗 我不会 我只是 我只会给她点脸色看 我要不要讲一些当年 她说 反正你也没什么好话讲 不是 我记得最了解我的也就是你了 现在硕果仅存的 不是 我当年印象当中排气排气 就是沙里就是有人追 你有 有 而且追 就是那时候没有狗仔 但是真的有人追 这个把她送回来 那个把她接走 这个把她送回来 接走 因为这也没什么秘密 对不对 我们要排戏 那就是谁把她送回来 送完回来她排戏 排完戏说别人把她接走 我们都知道 不是那个人 不是 小燕姐 您是谁来接你 我爸爸 不是 是送你 你就要嫁他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都是爸爸接 他 你说就追他的人 对 你们童年 对 对 也没有这么夸张 有 真的有 就是喜欢他的人多到 奇怪 我都觉得我一辈子好像都没恋爱过 蛤 你最后一次 40年前的事 哇 哇 对 那个时候 对不起 我说一下 那个时候 你结婚真的是巨男美女 还好 什么巨男美女 绝对是巨男美女 女与野兽 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不讲了 好 来 我们来看看小朋友演出的 好 好 欣梅 好耶 欣梅 沙莉姐呢 是 他就是 在我心目中 他就是一个大明星 从小到大 就是 大明星 然后 大明星 大明星 欣梅姐她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她都知道我们要吃什么 喝什么 然后 因为有一次来我家做客的时候 然后我在洗菜 她突然跑进来 她说 你都这样洗菜啊 然后我就 很紧张了 把叶子一片一片 洗干净 所以 由此可知 她在餐厅 为什么声音会那么好 就是因为 来自于她这份很细心 欣梅姐跟沙莉姐 就像是 小女孩般的闺蜜 然后 沙莉姐的思想非常强 然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妹妹 在照顾一个姐姐的感觉 旁边的看都觉得非常是甜蜜 那 真的是 会让我们觉得很羡慕 她们两位 我觉得她们是 其实还蛮像的 比如说像她们就是 很爱吃 很懂得吃 然后重点是也很会喝 沙莉妈的话 她基本上她出去 她体力真的是 超出常人 因为她可以从下午一点 然后就一直一直到半夜这样子 过十二点 她还是这样就是 很 很有精力充沛的样子 而且她算她大概就是一个晚上 可以算个两三次以上 而且有一次我们去喝酒啊 我想说 好吧 既然你这么会喝 我就一直跟你喝吧 我跟你拼了 我就跟她一直喝 喝到大概两点多的时候吧 她说我累了 我想回家 好回家 早上大概六点 她就传简讯说她起床了 我想说 你也太会喝了吧 我要怎么才可以帮你灌倒啊 每次看新美姐跟沙莉妈咪 一起出来的时候 她们都是呼朋引伴 所以她们不可能单独两个人 所以每一次 只要有她们两个在的地方 通常不是二十个人的一个聚会 最起码也是十个人以上 虽然我生了小孩 然后很少机会可以出门 可是只要听到这两位 很重要的长辈 只要说 小肉 出来吃点东西 我老公马上就放人了呢 所以赶快呼唤我 赶快叫我出去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出门 稍微喝一杯好吗 老母 哈囉 新美姐 好久... 好久... 好久没有见了 我心目中的新美姐 她们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 而且对晚辈也是非常热情 很照顾的人 我记得有一年的母亲节的时候呢 她就送给我的妈妈一个很好的名牌包 这样子 然后每个人都有这样子 这些女的一些 她们这些小朋友 有一个共通点都很孝顺 而且她们都结婚了 对 都结婚了 这几年都结婚 都结婚了 都有小孩 对 那你 她主持人 我主持人 就做这些事了 我有很多好朋友 应该讲说就是几个很好的朋友 还有这些小朋友们 都结婚生小孩了 然后也都有 有的当然很好 但也有的很不幸福的 也有 有碰到那种像鬼一样的 敢也敢不走的那种 那种画面我都参与过了 所以我其实有点害怕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就会想说 其实我应该多一点时间 陪陪长辈 陪陪家人 来耽误她 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的年纪 说实在的 男人他不要找一个 叫50岁以上的来压给 就是觉得 你哪有50 我有了 大家都知道 真的 你不是有28岁才够 你跟我不熟 常客都知道 我只是 男性美女个性好可爱 男人三眼 美夫妻 男性很像不像 以前很像 後来就是有去 裝潢了以后 就越来越像 裝潢 这是应该的 因为在这个工作 就想说 做一些投资是应该要的 因为现在科技很进步 我觉得他实在很可爱 怎么男人 没把他追回 真是像 那男人他不要找一个 就50岁以上的来压给 所以就说 他们不管男人几岁 他们都要找就是20幾岁的 就是要找年轻 其实是真的 那我的朋友 他们都很幸福 我有很多男性的朋友 他老婆都还没死 他怎么追我呢 他每次就介绍一些 他们周边的那些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 我真的觉得说 要照顾他们 要我就把时间照顾 他跟我们年龄不一样 我们是真的不需要 人家还年轻 我真的不需要 小燕姐 他有我就好了 真的 我很忙 你有他是蛮忙的 对 他有我就很忙 然后我为了要出国 然后我就要安排就说 你既然带了一个老太太 你就不如带两个老太太 已经没差了 因为还有我爸妈 还有干妈 我想真的 我们一出去 都是千岁千岁千千岁这样子 这个不吃 然后那个什么也不要 什么样子 我跟蓝妈 蓝波在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人家就 你看福禄寿 对 那我去的话 福禄寿鞋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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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他真的都 周周到道的 是不是 谁喜欢吃 而且我们跟人家小朋友 人家小朋友也不方便 对不对 玩得也不尽兴 是啊 我们就差不多 但你 但我不会喝 你不会咸 我把茶 倒在威士忌杯子里 照样起来就像威士忌 对 然后你照样小小口喝 我照样小小口 只要他不忘咽就行 然后到时候你就照样装醉 对 好的 好的 涂一涂 涂一涂 然后照样胡说八道 挺好的 喝酒不容易 喝酒要脸不红 而且就是 要那个什么 不妨碍到大家 不妨碍到大家 不破坏气氛 不破坏气氛 这个才行 对不对 有时候喝酒总比赌钱好 对 我们还在聊 我们这一群就是 不碰毒 也不可以赌博 不赌博 我今天还有段影片 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上 女人我最大 他们就问我说 你要去干嘛 他们说莎莉姐都上去过了 那你又去干嘛呢 我去改造 你这女人我最大 我老 没资格上 我总要去玩一玩 我们这样的年轻 上女人我最老 不是上女人我最大 要不然的话 女人我最大 那么Fashion的节目 我们没有上的话 我们不是老了吗 也对 好 我们来看看 我 皇太后叫大 好开心 好开心 最私密的话 就只有在这个时候 这个空间 你就会觉得 越来越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买高级情剧 为什么我要去穿这么舒服的 性感岁衣 穿给谁看 60多岁了 还穿成这样 什么 你60多岁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都快70了 可不可以 你说70岁老太太 以前的人 都已经可以 那个 穿着那短裤子 裤子 就行了 然后 边上好多 爷爷奶奶都喊着了 像我们这样子还这样穿 我儿子都说 你有必要打扮成这样 对 不行 今天我为什么要上这个 你以为我是来帮忙 我是来捡便宜的 客气 所以我要请小凯老师 依林老师给我改造一下 看看 各位观众 我改造了以后 以后 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妈咪 你先别那么闷的 我告诉你更慌的是 小凯老师要改造 要先卸妆 没问题 卸妆 真的吗 好干脆 好 小凯老师 依林老师 请改造我吧 我永远的女神 陳沙莉 很不一样 好美 我们那边还动用了那个 洪伟明老师 洪伟明老师帮她配的衣服 配的衣服 还好我没有说 怎么还是穿的睡衣出来 洪伟明 她还特别到洪老师 洪老师去配 是 而饰品都好看 胸部比较大 所以她很难穿衣服 难怪那个时候那么多人追你 我不是靠这个 对 你不是 但是你真才十六 我还好 没有 现在不流行 欣梅常常说 胸部大的人不好穿衣服 这是真的 真的 你看那个时候胸部最大的就是 叶子妹 珍妮 对 可是人家很性感 欣梅其实也不错 你上次金马鞋 天哪 金马鞋很吓死人 我那天她一出来 一直往镜头前面看 我都快穿进去了 不是 我想看那到底是 是里面是穿了什么这样子 她那个就是完完全全 扎扎实实的 有本钱 真的 本钱 雄厚 小腰细细的 因为趁着那个形状还美的时候 就是因为胸部很大 你要不要拍一本写真集 可以 我可以 怎么了 为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拍 一直胸部特写这样 就是 不是 女人站 女人 你看 你一看看 你一看看 我去泰国的时候 天哪 就今年嘛 对 你看18岁的小牛人 没有这种身材 你的腿 这是你老爸给你 我爸妈都吃细腿 是不是 都细 然后我爸胸部很大 你爸胸部很大 你妈还是你爸 我爸 因为我爸这里很厚 不知道怎么讲 应该算 他有比例线条 比例 我觉得你是上身短下身材 对 我爸爸就是这样 对 然后腰很短 腰很短 对 你看这种身材 我记得他演唱会的时候 彩排那天我去看 坐在下面 我们就在讲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再瘦一点 然后鞋子再穿高一点 这什么身材 这时候我们就在下面 太厉害 那个比例太好看 她的照片都不用修的 不用修啊 完全 人家看着看起来就是 完全不用修的 你看看这个 我告诉你 男人都是瞎了眼了 小燕姐 我跟你讲 我妹妹身材比我还好 你有妹妹 我妹妹小我12岁 对 就一个妹妹 但她结婚了 这个是她的先生帮我拍的 我们一起去 她身材有你这么好 对 她比我高2公分 但是她卡普比我少3个 不止3个 那就差点 那差很多 她是时尚胸 她是时尚的那种 可是她是比例 她比例超好 所以她也是可以去跳芭蕾舞的 那种 对 对 对 你有妹妹 长得跟你像不像 以前很像 后来就是有去 就是 裝潢了以后 就越来越像 裝潢 这是应该的 因为在这个工作 就想说做一些投资 是应该要的 应该 因为现在科技很进步 我觉得她实在很可爱 对 有人 怎么男人 没把她追回她 虾 真是虾 虾了 一堆虾 我觉得这要研究一下 是因为你太像男人 还是你太会照顾人 我老实讲 这个是有关系的 其实女人 她常念我 这两个都有 对不对 有两个特质 没看在机场 我只有站在那看 那个转盘等的时候 我只有看的份 不是 因为你看我这手 她不能拿 走过来 妈咪 那你拿 我不是 我如果单独出国的话 你看 谁站我 那时候刚刚有飞碟的时候 我有去 有一次你在某一个角落 靠在那个牧桌那边 然后就跟着桃子讲 桃子在申请 桃子一天到晚在申请 一天到晚在骂她的팀 你这什么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要来重写 真的吗 然后小艾姐说 有必要站吗 什么事不能好好讲呢 我就觉得好有耐心 然后我就选这个 我要学起来 只要是要看 看谁站我边 让谁倒门 那边一看 陈夏丽来了 趕快去了 对 先生 不好意思 你 那个 您帮我一下好吗 好吗 对 我们没这么难 就國外就好 有那個紅帽子 紅帽子幫妳拿 這一點我覺得 我們台灣的男生要加油 我們去過這麼多城市 真的 很多男生都很紳士 就會主動 主動對不對 尤其是年紀 比較成熟一點的女人 台灣的男生就比較大男人 就要 然後看著你跌跌撞撞的 他也不敢 我覺得是有點不好意思 害羞 害羞 對 因為他可能來幫妳拿 妳還說 碰我行李 他可能怕妳這樣子 對不對 大部分 大部分 可是妳看我爸爸到現在 都還是 都會幫女婿開門 車門也好 或者是電梯門 都讓女婿優先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所以男爸爸是很受歡迎的 超受歡迎 非常歡迎 是 我在想其實 我每次看到 星梅月 沙莉亞 美鳳一起吃飯 我都覺得心中 就有一點暖暖的感覺 她的影劇工事業 也做這麼好 然後再加上 她自己私人的事業 也做這麼好 照理說是很忙 她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別人 可是她每一件 我們的所有的事情 她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是不是應該選個好人好事 我覺得要標榜 發個那個三角形 對齁 不過我覺得這幾年妳 心梅越來越貼心 很溫暖 很溫暖 因為我看到 譬如說我的朋友 我的長輩 包括我的親戚 我父母親漸漸老去 我才覺得說 我真的很重要 之前因為台過起是戀愛 然後爸爸媽媽也傷透了心 然後或者是整個過程當中 一開始他們就不贊成 就是反對 可是我就是賤 就是這樣子 就是硬要弄 然後這樣沒辦法 然後後來這幾年 我開始有了自己的時間以後 我就開始想說 好吧 就都給你們 都陪你們 算我欠你們的這樣 真的 然後跟他們在一起 我真的很開心 也可以跟幾個 你看這些長輩一起出去 我就知道說 這個長輩怎麼樣 然後就會自己告訴自己說 將來我像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七八十歲了 我就要 吃東西的時候要像這一位這樣 旅遊的時候要像這一位這樣子 然後 吃東西是像我嗎 吃東西 燜頭吃 對 可是我可能還是會喝一點酒 對 然後買東西的時候 要像這一位這樣 就是你會有很多的 樣本 對 很有趣 我算是你的什麼樣本 小燕姐可能忘記 就是我那時候 剛剛有飛碟的時候 我有去 有一次你在某一個角落 就是靠在那個 書桌那邊 然後就跟著桃子講 桃子在申請 桃子一天到晚在申請 一天到晚在罵她的體育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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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燕姐說 有必要這樣嗎 什麼事不能好好講呢 我就覺得 好有耐心 然後 她就是這樣 對 我就選這個 這個我要學起來 就是說不管 將來我是一個老闆也好 或者是什麼 她就是很有耐心 一樣這個話 你為什麼要這樣嚇她 你好好講 你就不會嚇到她 你越嚇她她越寫不好 這是不容易 其實小朋友 像桃子 都沒這個耐心 沒有 像桃子是一個聰明小孩 她只是一下 她因為聰明 所以總覺得人家跟不上她 對 她又急 她都會急 聰明的小孩就這樣子 其實她也不是什麼惡意 她想你怎麼怎麼 怎麼那麼顯身 有時候跟不上腳步 對 小孩這個 小孩就越看她就越怕 那其實好好講 小朋友就 其實很崇拜她 但是就很怕 小朋友也會有點怕 很怕很怕 很怕 但是她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她現在自己當了老闆 然後自己當媽了 當媽 你沒有當媽 但是你也很像媽 我有媽的特質 你有媽的特質 對 從開始帶GG什麼 小柔她們 妳就像一個媽一樣的 她非常好 而且媽有帶點幫派的感 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 我們都是因為拍戲 我跟桑林媽咪也是因為 戲劇的結合 那個綜藝 今天真好 然後我跟小柔 GG都是因為拍戲 你知道拍戲 一拍就是好幾個月 汪東成也是 然後都是唐女者也是 我要講一句老實話 那些孩子們 在我們眼中看真的很辛苦 就是他們 資深到一個劇組來 想要在演藝圈 不要說錯話 不要演錯戲 然後要討人歡喜 但又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賺一點點錢 帶他們吃吃喝喝 其實是 我們帶他吃吃喝 他就不會去跟其他不該的人 去吃吃喝 你知道最重要是這點 所以我非常謝謝欣美 那時候去帶這些小朋友 是要有 是又要花錢又要有耐心的 而且讓他們看到 他們才會去對後來新來的人 一樣對待他們 對 其實這是很重要 我希望他們永遠這樣 我們就是他們 完備的榜樣 對 所以我們這個 勞模 對不對 太后 我們需要保持身體健康 好 才可以好好的 一定要 帶給大家歡樂 我常跟她講 我最擔心沙黎媽咪的就是 她的膝蓋不好 所以她不太能走 前一陣子一直要 帶我要 她很想要跟我 可是我去的地方不是急熱 要不然就是很冷 她會受不了 然後她現在牙比較好了 之前牙都不好 我就說媽咪 我說拜託 她說 她很想要跟著我 我說那妳只有一個功課 拜託妳把妳自己的腳 妳要做深蹲 她不運動 她連走 從這邊 剛剛走進來 沒有電梯 從那邊走進來 是嗎 就是很懶得走 要走 然後牙齒要弄好 我才能帶著妳到處走 到處看 到處吃 沒錯 對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太開心了 謝謝 來… 來…抱抱抱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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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節目到的最後 我選了一首歌 是彭佳輝的大靈女子 獻給我今天的兩位 又好又老的朋友 陳沙莉 藍心梅 沙莉跟藍心梅 是26年前 一起錄製節目 結了緣變成好朋友 我跟沙莉是46年前 時間過得真快 一家業 我們不只大靈 而且有點熟靈 今天我們很謝謝 心梅 因為心梅 又把我們結合在一起 我記得彭佳輝那時候 唱這首歌的時候 她說大靈女子 其實唱的就是藍心梅 女人啊 一輩子都期待 要嫁個好丈夫 其實相信緣分的知道 這一切來的都不是很簡單 心梅是我認識當中 非常有意氣力的女孩子 記得她年輕的時候 很喜歡兩淚擦刀了 拔刀相助了 可是這樣的女孩子 有很多好朋友 好像就會缺少一個好男人 沙莉演了很多的戲 從年輕的小女生 演到現在的太后 演戲難不倒她 婚姻卻是難倒她 這首歌到最後告訴我們說 不管怎麼樣 雖然現在我們還是一個人住 我想今天的節目最後 我要謝謝心梅 我們這樣的熟齡女子 有的時候是會寂寞的 有的時候也不曉得 要找哪些朋友 有的時候也怕麻煩人家 但是心梅很貼心 一直會照顧我們這些老姐姐 約我們吃飯 帶我們出國 我想我們都很需要對方 謝謝你姓梅 也謝謝沙莉特別今天打扮了 這麼漂亮來我的節目 太后 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演公主我演公立 我希望我們就一直這樣 有時間我們就多聚聚了 小顏有緣明天見